大家好,和大家分享一下锅贴的做法 简单易学的一道美食 喜欢的朋友双击评论666,每天够新 首先咱们准备猪肉馅 或者自己爱吃的馅都可以啊 也可以放牛肉馅 加入葱花 盐 鸡粉 十三香 酱油 蚝油 食用油 几滴香油 加一点水随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准备饺子皮 把和好的肉馅放入饺子皮中 然后对折捏紧 两头呢不要捏上啊 如视频种这样 全部做好 锅放油 把这个锅贴呢摆在锅中 小火煎 加小半碗的水啊 水不要太多 烧开之后呢我们加盖 小火慢慢的焖 等这个汁呢慢慢一点点的靠煤 最后呢把这个下边呢 靠成这种金黄色啊 有一点嘎巴这种感觉 就可以食用了啊 非常的好吃 做法也不难 喜欢的朋友双击666 明天更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